早雨,快乐大本营节目收视率创十年最低,网友,什么人都往上讲说起国内纵横多年的综艺节目,那就不得不起湖南委屈的两大综艺节目了,那就是陪伴很多人童年的天天向上和快乐大本营了。 这两大综艺节目在国内基本上是人尽皆知,而且收视率在这么多年以来,也是非常的高。 这也是湖南卫视多年以来,可以成为卫视老大的原因之一。 之前,湖南卫视不管播放什么样的电视剧,都会获得一塌糊涂,也很红了很多明星,比如郑爽张翰出演的《一起来看流星雨》,就是在湖南卫视播出以后,获得一塌糊涂。 郑爽和张翰也因为这部电视剧,成为人气很高的明星,但是在今年以来,湖南卫视的收视率,就一直在走下坡路,而且是直线下降,就连一直被观众看好的天天向上,收视率也一度下降很多。 好的之后,节目组邀请了张艺兴,才把收视率拯救回来,而在前段时间的快乐大本营,收视率也创下了十年最低。 记得小时候,最开心的就是每个周六晚上,准时收看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,那个时候,快乐大本营,真的是非常的好看。 而且主持人也非常有趣,嘉宾也都是重量级的,比如古天乐、吴彦祖、成龙、赵丽颖等等,基本上每一期的嘉宾都是值得期待的。 所以,这档节目一直收视率都非常的高,而且在综艺界可以称得上是综艺盒。 但是即使纵横多年的节目,也有势力的时候,在前段时间播出的快乐大本营,就创下了十年最低收视率,只有0.601。 这是什么原因呢? 在网友看了这期节目以后,很快就分析出了原因。 他们认为原因是住在了邀请的嘉宾身上,那期节目邀请的嘉宾有歌手吴克群。 吴克群,在多年以前,的确是一个非常火的歌手,并且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曲,比如《大舌头》、《为你写诗》等,但是沉寂多年的吴克群,如今在娱乐圈的人气已经大不如前了。 而且,吴克群是带着自己导演的厨女作,为你写时尚的节目。 在节目中,吴克群大量都在推自己的电影,遭到了很多观众的反感。 除了吴克群还有周杰琼、邢少林、梁杰、Mike以及张雨昕。 周杰琼据说是最近比较火的明星,邢少林和梁杰,据说是出演双世宠非二中的男女主角。 所以,剩下的两位,就不太清楚了。 说实话,除了吴克群还认识一些以外,其他的嘉宾,一个都不认识。 而且,这期节目,给主打嘉宾的镜头上,甚至都不知道主打的嘉宾是哪个,感觉就是一团糟。 最后剪辑出来的效果,也不太理想。 所以,很多观众都不满账,这应该就是这期节目创下收视率最低的原因吧。 有网友在看了这期节目以后表示,一个都不认识,还有的网友评价说,什么人都网上搞。 我觉得,节目组还是,应该多请一些正能量的明星吧。 就好像天天向上邀请了张一新之后,收视率不是就一下上涨了很多吗? 你们觉得呢?